数据显示 5月前20天 韩国出口额下滑超过16% 若5月最终数据显示出口减少 将是韩国出口连续第8个月下滑 另外 5月前20天的贸易收支出现43.04亿美元的逆差 据关税厅的统计数据 5月1日至20日 韩国出口额为324.43亿美元 同比减少16.1% 考虑开工天数影响的日均出口额也下滑了13.2% 韩国单月出口额自去年10月至今年4月连续7个月减少 从5月前20天的情况来看 5月出口额也极有可能延续下滑势头 5月前20天的减幅较4月同期有所扩大 这意味着出口未能摆脱低迷状态 按照产品种类划分 半导体出口持续不振 汽车则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具体来看 轿车出口增长54.7% 半导体减少35.5% 石油制品 无线通信器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按照出口对象国划分 对最大贸易对象国中国的出口额减少23.4% 对美国出口也下滑了2% 5月1日至20日 韩国进口额为367.47亿美元 减少15.3% 贸易逆差为43.04亿美元 若5月最终收支呈现逆差 将是贸易收支连续第15个月出现逆差 对美国出口也下滑了1% 5月1% 5月1% 5月1%